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数据库管理系统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课的内容 打开课价 看一下这几课主要是了解 mySQL数据库的管理系统 这个mySQL的发音呢 咱们不应该读mySQL 它正确的读音是mySQL 所以呢 以后呢听见别人读mySQL 便以为他读错了 其实咱们读mySQL呢是一种错误的发音 但是国内呢读习惯了 都是读mySQL 那我们看这几课的主要内容 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部分 基于数据库的P2P项目 如果呢我们想用P2P做的网站中呢 需要的数据想长时间保存 只有将其存储在硬盘上才可以 那使用前面咱们的文件的方式呢 也是存储数据的一种形式 但是呢基于文件的方式 在处理大量数据库的时候呢 效率很低 而数据库服务器 则是一个使用一定格式 存储大量信息的一个软件或者是程序 使用数据库程序 建立更新维护数据呢 就变得呢极其容易 如果需要快速安全的处理大量的数据 就必须使用数据库系统 而且呢数据库系统呢 各种数据库系统不光是买Circle 像Oracle像DB2像微软的CircleServer 等等这些数据库系统呢 都是使用标准的Circle数据库查询语言 可以在客户端的通过Circle查询语言 管理服务区的那数据库 可以说现在的网站几乎都是基于数据库的 我们来看一下 都什么样的需要往数据库里存 什么样的数据 就比如说 看一下咱们吸收P2P最后一张项目 里边都什么需要存到数据库里边 看一下 看一下这是咱们实验的系统 上面呢有菜单 有栏目 栏目里边有内容有文章 还有图片 这些所有东西都是存在数据库里的 我们来看一下后台 登录 比如说用户管理 我们添加个用户或者前台注册的用户 比如说呃 DEMO1112吧 DEMO12 DEMO12 然后电子邮件 DEMOtry 比如说呃 Prp.com 难添加 你看我添加进去了 编辑用户 DEMO12 刚才添加过程就已经把用户添加到数据库中了 那前台用户注册的时候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看一下内容管理 所有的内容都是添加到数据库里的 比如说我添加个相册 在这里边 假如说也是DEMO相册 介绍 这是演示 添加 那么我们看管理 呃 这个编辑这个相册 看到那个DEMO了吗 都是在数据库里的 添加图片 比如说我干在刚才的DEMO里边 添加个图片名称 叫做哈喽 这里边 这是 哈喽 图片 你看声称缩略图加水 也会把图片加到数据库里边 我随便呃 浏览一下 图片 比如说 这个 添加 添加水印生成 管理图片 比如说我找下DEMO里的图片 你看就能看到 哈喽这个图片 看到了吗 加上水印了 在这个位置 缩略图也有了 栏目也是一样的 比如我添加一个 呃 LAMP的栏目 栏目描述 这是 LAMP描述 那我选择图片 比如说选择 刚才 DEMO里的 添加 添加成功 管理栏目 里边就有一个LAMP栏目 看到了吗 那添加文章也是一样的 文章也是内容 也需要添加到数据库里边 都是用数据库管理的 比如说文章 这是 演示 你看文章战要 这是 我随便写了 添加日期 坐着 比如说 高 落 风 来源 呃 LAMP Brother 然后关键字 PSP 推荐 我选择推荐的图片 比如说 选择这个 一个中国地图 然后这是 随便我们选择一个 内容 添加 好 添加成功 我们就可以管理这个 我们把它审核通过 这样的话 我们再回到首页的时候 你会看到 推荐文章的图片 我们放到这个地方了 中间这样水印了 然后呢 栏目 我们这有一个了 看到了吗 刚才我那文章 没在 呃 LAMP里边添加 文章 假如说 我在里边添加 你看栏目的图片 这会也有 我在这里边添加一个 呃 你看我添加文章 我选择 LAMP里边添加 我选择一行 所有的我就随便添加了 添加成功 也是插入到数据库里的 当然 我添加完栏目 我必须得审核一下 LAMP里边 审核 首先你看一下 这里边有一篇 A文章 LAMP详细列表里边 也有一篇A的文章 一点击确定 你看 A的文章 小心介绍 也可以对A的文章进行评论 看一下 那我刚才操作的内容 图片也好 LAMP也好 文章也好 用户也好 这些呢 都是添加到数据库里 用来管理的 如果用文件去存储的话 就比较麻烦了 所以呢 现在做的动态网站 都是居于数据库的 那 目前 动态 网站 都是 基于数据库的 将 网站 内容 使用 数据库 管理 系统 却 管理 是这样的 比如说刚才看到的用户 用户也好 栏目 栏目 图片 文章 还有评论 都 存储在 数据库中 然后我们用数据管理去使用 那我们为什么要 数据库一共有很多种 不光是有 啊 买次 数据库 比如说 有 二口 有 db2 Ivmdb2 还有微软的 circule server access 等等等等 很多种数据库 不低于十种 那我们为什么 peer p中 要 选择使用 my circle呢 其实peer p加my circle 可以成为一种非常好的搭档 或者成为是叫做黄金搭档 嗯 黄金搭档 那么他们好在哪 peer p和my circle都是开源的 那近几年呢 开源的数据库系统呢 逐渐就流行起来了 因为开源系统呢 可以是免费使用 配置简单 稳定性好 性能呢 也优良 以上这些优点 那就是开源数据库中的 呃 在低端运用中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 而my circle 这种数据库系统呢 正是开源数据库中的一种 杰出的代表 my circle呢 隶属于my circle ab公司的 那总部呢 位于瑞典 那公司名中的ab 是瑞典语中的 呃 股份公司的首字母的一个缩写 呃 而且呢 my circle呢 几乎支持所有操作系统 是在unix啊 linux windows下 都可以安装使用 呃 并且呢 支持很大的一种表结构 那这时呢 呃 这些特性呢 就是my circle的发展呢 非常的迅猛 目前呢 已经广泛应用到各个行业中 那不久前呢 呃 my circle被三公司收购了 那 去年09年的金融危机 呃 三公司呢 又被orco公司收购了 那orco呢 也是一个呃 比较大的 呃 是应该说是最大的一个数据库系统了 所以呢 现在 my circle呢 又属于甲骨文的公司的 就是也就是orco公司的一个产品 所以呢 他和prp配合是最好的 那咱们呢 整个客户中呢 也会以my circle为例 现在大部分也就是90%的项目 都是prp和my circle作为搭档使用的 prp和my circle搭档使用的 那我都说了 有人就觉得my circle这种呢 呃 表的数量啊 还有存储的结构啊 说没有orco那种强大 但是刚才都说了 my circle有点的是呃 开源免费的 所以呢 中小型项目呢 特别适合 就算大的网站 也可以使用my circle 比如说像凤凰网啊 够大的吧 数据量很多 像央视网站 他们现在都在使用my circle 所以你就没有必要做一些中小型的一些项目 再去选用其他的数据库 这就是咱们prp为什么选用my circle 他们俩都是开源免费的一个系统 那我们来看一下 my circle的呃 架构什么样的 我们来画一个图来了解一下 首先呢 我们要先知道my circle是c s结构的 也就是客户端与服务器 这种结构 所以呢 你现在如果操作的开启的一般都是客户端 你必须得连接到服务器上 在客户端才能操作服务器 也就是假如说我这是一个呃 一个机器 一个操作系统的话 我在这个机器里边 我需要安装什么 安装一个数据库管理系统软件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就叫做什么 就叫做啊 my circle 它是一套软件 服务器端的比如叫做my circle 它是dbms数据库管理系统 就dbms缩写 是一套软件 那这个呢 我们得用 因为它是cs结构的 所以得分为是服务器端和客户端 那我可以在本机装一个客户端 也是一个客户端程序 这是客户端程序 客户端程序 那么这个服务器首先我们必须得开启 怎么开启呢 开启服务之后 我们就有了一个开启了一个端口 比如说 my circle数据库的端口呢 是3306 二扣的数据库端口是1521 好 那我们客户端 首先呢 我们要通过地址和my circle允许的用户 再通过这个端口 我们先连接到这个管理软件上 然后连接成功了之后 我们在这里边执行的命令 客户端执行的命令 就会被发送到这个软件里边 这个软件替我们执行 执行这个命令 然后根据我命令的操作 给我们相应的客户端返回一些结果 所以my circle最终 我们必须得开启服务器端 然后客户端去连接 在客户端进行操作 当然客户端不一定说 非得跟这个数据库装在同一个电脑里边 我客户端也可以按在另外一个电脑里边 比如说远程的 我这个服务器机器在上海呢 但我现在在北京 我可以装一个系统 那么通过服务器的这个地址 这个是用本级地址 通过服务器这个地址 好我去连接 然后在这里边同样可以操作 这是客户端 所以说明 这话是另一台机器 另一台 电脑 看一下 并不是说客户端和服务器端 一定要安在一起 客户端可以安在另一体远程连接 但是my circle为了安全的 一般的是不允许你远程连接的 通常都是让本地连接 那prp在这里边又充当一个什么角色呢 数据库系统 prp其实也是作为客户端的 我们在这客户端随便的一个客户端 软件可以操作的东西 在prp都可以操作 当然prp可以可 my circle装在同一个机器里边 比如这是prp程序 可以装在这里边 然后我们也去怎么的 也去连接 同样prp也可以装在另外一个服务器上 假如这是prp 我们这块是一个prp程序 我们prp程序呢 也是作为客户端的 当然prp是装在apache服务器里的 是作为客户端去处理 那么和这些客户端的操作方式一样的 这几个都是向服务器的发送一种叫做 circuit语句 不管是远程的 circuit语句 还是本机的客户端 circuit语句 circuit语句 这个是远程的prp程序 这是本机的prp程序 那么客户端有很多种各种客户端软件都可以 那么现在买所有客户端软件呢 不尽其数很多了 那本身假设这是一个web服务器 web服务器 那这个web服务器呢 当然了我还可以 比如说比如访问网站又是另外一个电脑 他访问的 当然就是通过访问prp 访问这web服务器 这web服务器通过prp来访问数据库 所以prp本身有客户端 但是prp呢又作为数据库的客户端存在 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所以咱们在学数据库的时候 主要我给大家介绍这个客户端 怎么操作这个服务器 那咱们先以普通的一个命令行的客户端去操作 写色课语句 然后咱们可以把这样的色课语句 完全转向prp里边去使用 prp也得通过连接 发送色课语句 获取结果及处理结果 发送到客户端 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买CQ这个管理软件他做什么 他首先是一个服务器 我们必须得开启 然后我们做项目的时候 通常他这里边买CQ数据库里边是管理多个库 比如说我画两个库 管理的是数据库 本身是DBMS是一套管理软件 他管理的数据库 可以在买CQ这个管理软件里边建立多个数据库 当然了 咱们一般的做中小型项目呢 一个网站只有一个库 一个网站只有一个库 但是呢 他可以管理多个库 那就是可以说明说 一个买CQ管理系统 可以存放多家网站的数据 你建多少个库就可以存几家的东西 并不是说一个买CQ就为一家 网站服务 不是这样的 那库里边我们又怎么去管理数据的呢 库里边是用表 一个库里边又可以建多个表 是这样的 那表就是存数据的 一个基本的一个单位了 那表里边呢 又是通过行和列 或者是记录和字段来存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sell表 一行是一条记录和字段存的 所以呢 我们大体上就可以把它分为 买CQ大体上分为 它本身是DB 数据库DB M是管理 S数据管理系统 它可以分为客户端的操作 客户端的操作和服务器端 而服务器端 我们管理的时候 服务器端又管理的是什么 管理的是库 那库里边建的是什么 库里边建的是表 数据表 这是数据库 数据库管理的数据表 数据表是由什么组成的 是由行 我们也称为什么 记录 和列 我们也称为什么 字段 也称为字段 字段和记录组成的 所以我们最终呢 把数据保存的都是数据字段里的 像刚才咱们看到的 用户栏目这个 那我们其实这里边就有什么 在数据库里边 假如说我们建计项目的库名 叫做 系说 这个 CMS库 那我们这个表名呢 就有用户表 所以我们存储用户的 一条记录是一个用户 有栏目表 有图片表 有文章表 有评论表 等等等等吧 我们就可以建多个表 每个表来管理一种东西 当然了 真正的数据会优化 会拆成多个表的 那么我们会为了大数据量访问 会水平的猜 垂直的猜 把一个表 猜完之后再合在一起 因为他们都是观影型数据库 所谓的观影就是具有表和表之间的关系 这种咱在后边课程的时候呢 会让大家显示介绍 所以这就是买CQ的一个结构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想使用买CQ数据库 必须先把 什么服务器段开启 然后客户的连接去使用 当然我这里边使用的就是本机的客户端 如果数据库现在在上海呢 我在北京 我就可以连接这个 但是必须得具有我远程连接的权限 这个用户才可以 那看一下 如果你现在是作为一名程序员 不是作为DBA DBA是数据库管理员 那你现在假如说是程序员 你必须要学数据库的什么东西 要学什么操作才可以 那第一个操作就是 为你的项目设计表 这是你需要操作的 比如说我想保存用户 这个用户表是什么样的 他和其他表之间的关系什么样的 我想保存文章 这个文章表是什么样的 他和其他的又是什么关系 第二个要学的表建完之后 如何使用CQ语句 对数据库进行增判改查 那第二部分就是使用CQ语句 所以第二部分就要学CQ语句 编程 CQ语句是结构化查询语言 也是一种语言 所以要用CQ咱们进行编程的 就是按照用户的需求去插入数据 和按用户的需求去取数据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作为程序员 你只要知道这两部分 其实就足够了 你会为项目设计 针对这项目的表结构要合理 表和表之间的关系都要处理好 这也是咱们后边的课程会介绍的 那重点就是CQ语句 怎么呢 在客户端或者在P2P程序中 如何跟数据库建立连接 如何对数据库里边数据进行增判改查 这么几种 这是P2P程库员最主要学的两方面 其他是DBA的工作 那学两方面 那假如说数据库里边还有什么用户分配 全线管理 等等很多的东西 为什么只学这两种 其他的你都可以不用记 怎么用色课语句来实现 都可以用工具来完成 都可以使用工具完成 因为其他的在成语中用不到 在成语中用的只是色课语句 而你为项目要需要设计表结构 其他都可以用工具来帮我们完成 在成语中用不到的东西都可以用工具完成 所以这样呢 可以提高你很快的学习速度 如果你随便找一本买色课的书 或者什么书 你就按照上面学 你会学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然后呢 学了很长时间 但是真正用到的东西不多 所以咱们的课程中也主要以围绕这两方面 也主要针对程序员来讲数据库的结构 那么看一下第五部分 MySQL的安装和启动过程 这里边MySQL的下载安装 我在前边的课程中已经详细的讲过 包括Vinic下边的安装 还有Windows下边的安装 还有安装完之后和PRP整合 PRP整合 这些工作咱们都做过 所以这里边呢 我就不用再重复给大家 再讲一遍了 你如果对这个MySQL安装和启动过程不熟悉的话 因为咱们要启动看端口才可以 不熟悉的话 你可以看西桌PRP前边 咱们烂博环境安装 Windows版和Linux版的安装情况 还有数据库的启动过程 你可以详细看一下 或者是看一下 咱们西桌PRP配套的一些视频 都有详细的介绍 这里边就不重复讲解了 那我们这里边呢 至于我现在 目前咱们用的环境来介绍 我现在装的是一个集成软件 使用的是APP server 那我装在哪了呢 看一下 我装在西盘了 集成软件是APP server 阿帕奇装在这了 这就是默认的路径 MySQL装在这了 PRP装在这了 网站的项目装在这了 那咱们看一下MySQL 这就是MySQL的加目录 或者MySQL的根目录 我们来先了解一下 它最简单的目录结构 看一下 首先我们要找到 它既然是一个服务器软件 那我们就要知道 它的配置文件在哪里 这个就是MySQL的配置文件 我们通过修改这个配置文件 就能够修改 MySQL的一些默认行为 比如说改变端口啊 改变字符集啊 看一下 改变它的啊 基础 也就是根路径的位置啊 但是这也没有必要啊 是一般是不用改的 改字符集查运字符集 校对字符集等等 就跟我们peerp有配置文件一样 然后 还有啊 阿爸奇有配置文件一样 改完之后都怎么办 我们要重新启动 配置文件是在启动的时候加载的 所以我们改动之后 你要重新启动 MySQL数据库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既然它是服务器端和客户端 我们得启动 然后再等会儿监听着 那有多种办法启动 你看一下 因为我装的是集成软件 所以这个程序呢 就给我一个启动的一个入口 你看app server 这是mySQL客户端 你看啊 这要mySQL停止 启动停止 有很多种办法 那假如说我不用这种办法 我的电脑右键管理 这是window下操作方式 你要想看另一个操作方式呢 你再看一下咱前面的 教材前面的环件安装 然后 服务 你看这里边 我们就能找到什么 找到mySQL 你看你启动了 那现在就在3306端口这 给我们监听着呢 然后我们可以停止 你看正在停止 然后我们也可以启动 重新启动了一次 可以暂停等等 都可以 所以呢 启动方式在window很简单 在命令行上的启动呢 也很简单 你如果也在装到window系统里边 你就可以net mySQL STOP stop 呃 night mySQL stop 是错了啊 night stop mySQL 你看服务器停止 因为你得把它装到系统服务里边 night stop stop mySQL 开启 服务器中的启动 都可以做到 在另一项呢 是server ser vice service mySQL d start 这是开启 然后stop 这停止 restart 是重新启动 等等 都是可以的 这是启动 关闭方式 这里边就不多说了 那我们看一下 启动起来就可以监听了 那这里边的目入结构 我们了解一下 其他的你都不用了解 我只跟你介绍一下 在他的根目录下 你只需要了解的是三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这个配置文件 你一定要知道 我们因为要经常改配置文件 这个目录要知道 这个是存在mySQL的所有命令 比如说这个是运客户端的命令 客户端命令 这个是在命令行管理的命令 这个呢是备份的命令等等 当然了在温度安装 他的命令比较少 如果在内下安装呢 这里边会有很多个命令 好像有几十个命令 当然我们这是集成环境 这些就够我们用了 这几个命令 客户端命令我想运行 首先我就得到这个目录下 你看到这客户端 我想运行这客户端命令 就启动客户端 开启个命令行 我cd 点点cd点点 进入appserv下边 然后进入mySQL下边 进入bin下边 现在我就可以使用这几个命令了 比如说mySQL回车 当然现在我使用默认用户 现在连接进来的 你看就给连接进来 我这有个默认用户 退出 看到了 如果你敲这个 他说这个命令没发现 比如说就这个mySQL 我随便写命令 他告诉的不是那个命令 证明说你这命令 没在对应的目录下 那同样这几个命令 当然都可以在这个门目录下使用 那我能不能在任意的目录下使用啊 比如说在地盘使用mySQL 你看一下 我这个是可以 为什么 因为咱们在装环境的时候 我已经把它装 装到 你看 属性 我的电脑右键属性 你看一下 高级里边 有个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有个pass 因为找命令都是按这个路径来找的 我编辑一下 你看一下这里边 就能看到 appsero下 mySQL 看这个路径 已经指到了这个路径下 所以呢 我在命令行使用的命令 他就按这个这里边的先后顺利去找 第一个路径找不到 找第二个 第二路径找不到第三个 所以我随便写的这下边命令都能在这个下边找到 所以我在任何目录下都可以直接使用 那有的时候呢 有的特别是刚学习的一些学员呢 他有可能反复装了多次数据库系统 这里边环境的装了多次 所以有的时候他就使用命令的时候 就觉得不好用 那不是说你这环境装错了 而是这个路径有的时候有问题 他会从前面找 如果你两次指定了两个位置的这个命令 那有可能使用前面那命令 而不是后边的位置的命令 所以要查一下这个路径 这就是我们啊 为什么在这里边 在任何目录下 我都可以直接使用mySQL的原因 你看一下 都可以看到 退出 都可以直接使用到的命令 你如果你不能直接使用命令 你可以像刚才我给大家演示那个环境路径一样 把这个路径加到那个pass里边去 环境链边的 环境变量的pass里边去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怎么的 我们就可以在任意路径下 直接敲这几个命令了 这是他的目录结构 我们要知道的 B目录是mySQL管理和运行客户端 服务器的一些命令 所有mySQL操作都要通过这些命令来完成 第二要知道的就是这个目录 这是mySQL的库 咱们刚才看到了mySQL这个管理系统是管理库的 那可以管理多少个库呢 你可以看到我这里边每一个目录就是一个库 而库里边是什么 库里边就是表 看一下 这里边每一个三个文件 对应的一个表 根据表类型不同 有的呢 一个文件也对应一个表 不同表类型 它有不同的存储方式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库 所以以后我们在备份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打包拷贝出去 就可以把整个mySQL的库全备份了 如果你只备份一个项目的话 比如说我只把这个dbr4这个备份 我只要把这考试就可以了 你给别人安装项目的时候 也是把这个目录考不了对应的目录下 考不到别人的数据库的数据库目录下 你就可以直接把他的库表结构都装上了 就这个需要的表结构都可以安装上 所以我们需要了解的这里边 展示你需要了解的就是三个 存在mySQL管理命令的目录 数据库的目录 还有mySQL配置文件的目录 就是配置文件的位置 改完之后得重启数据库 那重启的命令 刚才我给大家已经详细的说了 这就是咱们要介绍的 啊 mySQL的目录结构 目录结构我们知道 my.ii配置文件 直到bin目录是干嘛的 直到这里边的dat目录干嘛 但另一是叫VR 另一下边 总之要找到数的呃 库所放的目录是什么 那我们看一下重点 这节课的重点 了解数据库的呃 Circure一句操作 对于数据库服务中的数据管理 必须使用客户机程序 成功连接以后 再通过必要的操作指令 对其进行操作 那这种数据库操作指令呢 通常就称为Circure 它是什么缩写呢 称为 S T R U C T U R E D 结构化 查询 语言 那买Circure 支持Circure呢 支持这种Circure 作为自己的数据库查询语言 Circure呢 是一种专门用于查询和修改 数据库里数据 以及对数据库进行 管理和维护的标准化语言 Circure呢 是高级的 非过程化的变成语言 它不要求用户指定对数据 的存储方法 也不需要用户了解具体的数据存储方式 所以呢 具有完全不同 不同底层结构的 不同数据库系统 可以使用相同的Circure 作为呢 数据库的 输入与管理的这个接口 它以记录集合作为操作对象 所以呢 Circure语句接收集合作为输入 返回集合作为输出 那这种集合呢 特性的允许一条Circure语句 的输出 作为另一条Circure语句的输入 所以Circure语句可以嵌套 那这使它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强大的功能 在大多数情况下 在使用其他语言 在其他语言中 需要一大段程序实验的功能呢 只需要一个Circure语句就可以达到目的 那这也意味着呢 Circure语句呢 可以写出非常复杂的一些语句来 有的Circure语句呢 要占 好多行 才能写出来 Circure语句呢 结构简洁 功能强大 而且呢 比较简单易学 所以呢 自IBM在1981年 推出这个Circure语句以来 那Circure语句呢 就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那么像 现在使用的数据库 像Araco啊 CBS啊 Circ server啊 MySQL啊 等等等等 这些数据库管理系统 基本上都支持Circure语句 作为查询语言 那Circure语句呢 其实又分为几种 分为DDL 还分为DML DML DQL 还有DCL 按功能不同 分为这么多种语句 那DDL呢 就是用来定义和管理数据对象呢 比如说 我这里边先简单介绍一下 后边咱们会详细介绍四科语句 因为咱们这几个是了解数据库 所以咱简单介绍一下就可以 比如说DDR 就是创建库 创建表 这样的语句 那么DML呢 就是用于对数据的操作 比如创建完表了 表里边有数据了 那对数据的操作 比如说插入啊 更新的删除啊 有影响的语句 也叫做数据操作语句 那DQR呢 是数据查询语言 语句 那用于呢 查询数据库对象中所报案的数据 能够进行单表查询 连接查询 嵌套查询 以及结合查询等复杂的一些 专门查询数据的 是DQR 那DCR呢 是用来是 也称为什么数据控制语句 是用来管理数据库的语言 包含管理权限以及数据的更改 大概分这么几种语句 那我们先来简单操作一下这么多这几个语句 首先咱们说第一步 我们要想啊 执行语句 执行色语句 语句 第一步 先要怎么的 执行色语句 先要连接到数据库服务器上 我现在刚才咱们已经看到了 数据库服务器是开启的呢 那我随便开一个命令行 作为客户端 先安递 客户端的命令是买4Q 刚才咱也知道这个命令在哪个地方能找到 因为在环境变量已经加上了 所以我在这吃一敲就能找到 如果你找不到这个命令的话 你就需要进入到买4Q加目入下的并目入下 你才写这个命令就可以了 连接的时候 我必须得指定连接的地址 用杠H指定 然后空格加不加空格都可以 比如说我加空格吧 让清晰一点 服务器的地址 如果服务器我是本机就loghost的 如果有远程连接权限的话 你可以写地址 比如说这是远程服务器的地址 也可以写远程服务器的域名 比如3W的lamp brother.net 那我现在是本机的 那我现在是本机的 loghost的 然后买3Q数据库是有权限管理的 所以呢 必须使用 使用-u指定一个用户 也可以不加空格 也可以加空格 这样我就使用root用户连接本机的服务器 当然这个用户又需要有密码的 所以我们需要-p指定密码 这个密码后边就不要加空格了 假如说我说一空密码是123456 就可以连接上 你看一下 这样的话就提示这个符号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什么了 就进入买4Q命的行了 我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写任意的4Q语句了 任意的4Q语句 刚才能看到的 DDL DML DQR DCR都可以在这执行 这是4Q语句 那我先退出一下 你在装完数据库 第一件事要干的 因为默认装数据库是没有密码的 你直接买4Q就可以进来 你看一下 用默认的用户 没有密码的情况下去连接 那默认连接本机的 默认的用户没有密码的情况 ESIT是退出 这种连接呢 是非极其不安全的 那任何人都可以随便连接数据库 进行随便的操作 所以咱们连接完数据库 咱们创建完 也就是安装完 买4Q数据库 第一件事要干的 就是 只留一个本机可以连接的用户 管理员用户名叫root 我刚才用了一个root 是管理员用户名 只留这一个用户 然后把它加上密码 这样的话 我们连接的方式就只能通过连接本机的 只留一个本机的root用户 杠U只有对管理员用户 然后杠P指定密码 才能连接 其他方都连接不了 这为了安全考虑 当然这个怎么删除其他用户 只留一个用户 前面你看一下咱们西桌 前面的安装 环境安装 这数据库安装 另一次版本和温暖版本我都处理了 你可以去看一下 我这里边就不多介绍了 现在我这里边 我只知道我现在有一个root用户 是本机的 然后密码123456 但是如果123456这么连接 你看我推出 那别人就可以通过方案件 假如来到你机器通方案件 就可以看到你用户名和密码 不安全 所以呢 咱们在命令行连接的时候 密码不要指定 直接使用一个杠P之后 回车 然后这时候告诉我们 再输入密码 这就不是明文的了 那别人用方件 方件看到是本机的入的用户 但是他不会看到密码 那在这输入123456 再进入 要使用这种方式 那进入之后 我就可以看一下我的状态 比如想s 看一下状态 我就能看到 我现在是root用户的 看一下 本机的root用户来连接 当前的库 我还没选择当前的库呢 你看一下 然后呢 色口语句的分个符 使用分号 我每条色口语句 后边都要加个分号结束 然后我现在的版本 看一下 我现在使用的服务器的字符机 库的字符机 客户端的字符机 连接的字符机 端口3306 都可以看到状态 如果我想看一下 我的配置文件中所有的变量 配置文件中 咱们现在没改配置文件呢 所有的变量怎么办呢 我用一下 show 你看一下 v-a-r-i-a-b-l-e-s 你看色口语句后面都要加番号 不加番号 他就会给你换房使用 你看 这是配置文件中所有的变量 那这么多变量 假如说我想单独查某一个 怎么办呢 我可以like 像 在后边咱们会介绍 比如说我查找一下时区 time zone 后边加分号 你看系统时间 你看到 我想查一下端口 p-o-r-t 3306 所以想查什么 只要写那关键字就可以了 不然上面太多了 我们看不过来 查看变量 所以既两个命令 斜杆s 是看状态的 也可以通方件 翻命令 你看一下 使用这个 不要加分号 查看所有系统 默认配置变量的 这是我们 登陆进来之后 主要看到的 然后我们退出 ESIT 我们再登陆一下 123456 这就是客户端 在客户端去管理 服务器 我们连接上客户端了 现在我们就属于 用刚才一图 本机的 我现在在这写的四个语卷 他会传到服务器 通过336端口 传进来之后去操作 那我们展示 都进行什么操作呢 比如说我先 先执行一下 先执行一下 DDR 创建个库 创建个表 在创建库之前呢 我使用授 这个命令 使用DAT BSE S 后面加复制形式 看一下我系统默认 现在有多少个库 一共有67个库 因为我这个已经装很长时间了 每个班上课呢 我都建不同的库 所以库比较多 那我们现在来建一个库 使用 C-R-E-A-T-E C-R-E-A-T-E 创建 D-A-T-A-B-E-S-E 那社会语卷呢 很简单 就要说 按中文说英文一样 创建数据库 那下一步肯定给数据库的名字 那比如说 我们叫做 细说 P-R-P D-B 加个分号 你看 库就创建成功了 我咱用瘦查看一下 D-A-T-E-B-S-E-S 加个复数 我们就现在再可以找细说 P-R-P-D-B就能看到了 不光是在这看到了 我们到mySQL加目录下 到data目录下 你现在也能找到谁啊 细说P-R-P-D-B了 但是这里边现在是空的 因为我还没有键表呢 那现在这个库可以创建了 那我怎么删除呢 D-R-O-P 删除D-A-T-E-B-S-E 删除库 还是细说P-R-P-D-B 删除了 你看 删除了 那目录他也关掉了 你去看一下 mySQL 对的下一边 现在已经没有那个库了 已经删掉了 那我在这会儿建个文件夹 mySQL 或者叫做 随便建一个吧 比如说叫做 细说P-R-P-D-B-R 看一下 我同样在这使用 show D-A-T-E-B-S-E-S database 你看 细说 P-R-P-D-B-R 建个文件夹就是建一个库 在这目录下 那我这删除呢 D-R-O-P能不能删除呢 D-A-T-E-B-S-E-S 删除 D-B 细说P-R-P-R-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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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peerpdb这个库 创建完之后 你看一下 已经创建完了 我同样的语句 我再执行一次 他告诉我 这个库已经存在 这个库已经存在 如果这样的语句 在peerp执行 那么peerp成绩呢 就会中断出错了 所以咱们在创建的时候 datbse 创建数据库 细说peerpdb 创建之前呢 我们最好 如果在程序中使用的话 最好加上语句 如果 note es ists 如果不存在 我们得创建 你看 这条语句 如果不存在 才创建 存在就不创建了 删除也是一样的 dropdatbse 删除库 比如说细说peerpdb 删除没问题 再删除呢 就会出错 那加上我加上这样语句 dropdatbse 数据库 如果exis ists 如果存在 我再删除 你看一下 就不会出问题 它只是一个警告 但是不会出错 所以我们创建库的时候 就要加上如果不存在创建 删除的时候呢 加上这个东西就可以了 然后使用售 看一下这个 加复入显示 就可以看到所有的库 能看到这个库 让这个 有库了 那我们就需要在这个库里边创建表 比如说创建表使用的语句 因为库里边刚才能看到 是用表来存数据的 所以我们得建表 咱们后边会有 课程 我会给大家详细介绍 创建表的语句 显示介绍创建表的语句 这里边咱简单使用一下 crt创建 table 创建表 哪个库里表 这么多库 你必须得指定 比如 它可以是库点表明 cppdb里边的表 假设我叫做用户表 然后括号里边得列出字段和类型 比如说id int整形的id 名字 字符型的30个长度 这些咱们后续都会介绍 你先展示记就行了 年龄 整形的 然后性别 字母串 然后 名字性别年龄就行了 你看 就创建了 那我们再看看这里边 你看 就多了三个文件 这三个文件呢 一个是保存表结构的 一个是表存保存索引的 一个是保存记录内容的 都在这呢 那我们这儿麻烦 所以呢 我们怎么办 你看一下 我们每次操作这个表 现在只是创建 我删除也好 对表里数据精 增长改达也好 都得加上库点表屏 有麻烦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 刚才是执行社会 就是连接数据库 那第二部分 咱们是创建库了 创建了数据库 咱们叫做 细车 pppdb这个库 那么 在创建数据库就要 第三步就要选择 一个库 作为 默认的数据库 默认的数据库 只有选择一个库 作为默认的数据库 这样的话 我在操作这个库下边所有表的时候都不用加库名了 怎么用 用use 使用 细说 ppdb这个库 加分号 看一下 数据库切换成功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状态 斜杆s 我现在的默认库就是这个 如果我进入买secure库 这个加不加分号都可以啊 再斜杆s 你看一下 库就买secure库 所以呢 你只要使用用什么库 db 它就会切换到哪个库 作为默认的库 切换这个库作为默认的库之后 我在这里边 当前库就是这个库了 默认库就是这个了 所以我对这个下边的所有表情操作 都不用加上库点表明了 直接操作表就行了 比如说我看这个库 show tbles show是查看所有的表 这里边有一个优色表 你可以看一下 然后呢 我想看一下表结构 你可以用desc users 看这表结构 这个表有什么id 名字 年龄 性别 id 名字 年龄 性别 有这么几个字段 字段有这么几个类型什么的 后边呢 是否唯空 然后 所以 还有缺少值 其他的扩展 看一下表结构 这些都是我们经常操作的 那我们怎么删除一个表呢 就创建表了 drop 删除 tabre表 但是我们最好也加上这个和库一样 如果exis ts 如果存在 我们才删除 users 你看 再执行一下 再执行一下 只是多是一个警告 不会出错 那我们再创建表 我就还是用刚才那个语句了 但是我现在已经选择这个库作为默认库了 所以前面酷点表明这个东西就不要了 表明是我自定义的 看穿进这个表 就可以了 但是我创建表的时候 如果从不创建 他会告我出错 表已经存在 所以我最好在创建表的时候 也加上 如果exists 如果存在 我才创建 我写错了 如果不存在 得加个note note 如果不存在我的创建 你看现在执行多少次都没有问题了 然后desc 先看 先售一下 看一下表结构 显示一下表结构 显示一下有多少个表 比如说我再创建一个表 有用户表 我再假设有一个文章表 文章表 就不掉表明就可以了 你看我在售 tbles 你看就两张表了 想看哪个表的结构 dscuics 看那表结构就可以看到 是这个 那有了两张表 那我们在这库里边 你就能看到文章表的存储 用户表的存储都有了 那一表有了 我们需要对表里边数据进行增判改查 我这里边都简单给大家使用一下 比如X数据也很简单 使用这属于 这就属于dml语句了 刚才创建库 创建表都属于ddr语句 就是数据对象 定义语句 是专门创建数据对象的 库和表都是数据对象 而现在一表有了 表里边就是存数据的 对数据的插入更新删除 就属于dml语句 属于数据操作语句 比如说insert into 插入这个表 users 然后直是什么 v6 按顺序 一定要按顺序写 比如说id是一 名字是字无串 我就得加这个 呃张三 然后年龄是整数 10岁 性别是字无串 难 你看插入就插入了 大家要记一下 如果在prp程序里边写 因为它是弱类型的 插入值的时候 所有的都按字无串进插入 比如说第二手记录 整形为按这个 不管什么类型的 字无串里次都按单引号去写 都是字无串的 比如说20岁 嗯 nv女吧 你看一下 明明这个id字段对应的id和这个20 年龄是整数 为什么还要按字无串操作呢 它会自动把它转成对应的类型 这是咱们在成语里边不容易出错的地方 所以呢 你记住一点 对于数据库操 买sir操作的时候 所有的数据都按字无串处理 它会自动根据字段的类型 是整形的是字无串类型的 然后 给我们自动去转换 你看一样可以插入进去 另外 插入语句我们还要注意 如果我只想插入全部字段 我这么写可以 那我就想插入两个字段呢 你看啊 vues就想插入第二个第三个 你这想 王武 比如说44岁 能行吗 他会告诉我出错 列不匹配 如果想插入部分字段 或者是全部字段 你最好先在优色词 后边加上括号 先指定字段 id字段 名字字段 性别 年龄字段 性别字段 先指定字段 然后对应的值 比如说我现在 啊 性别不想插入 就想插入前三个 不管是全插入 还是只插入一部分 都要用什么 最好都是使用的一个 先给出字段的方式 时 名字 王武 年龄 33 你看一下 这就可以成功了 那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这样做不光是能插入部分 而且可以不用考虑顺序 比如说我这块只能顺序年龄 性别 你看 我前边这块就可以先是年龄 这个时是年龄 然后 我这块插入一个性别 nv 然后多个值和多个字段隔开都要用逗号 都要用逗号隔开 然后 嗯 id 和 你看id 可以按前面指定的顺序 id 比如说是8 这样就可以了 这插入一句 那我想查看数据怎么办呢 select 信 from 从 啊 所有的这个表 usrs里边插询 你看就能看到 这个表里边存了这么几个用户的信息 看一下 当然这个插询就是比较复杂 单表插询 多表插询 咱们后边先都会详细讲 这里边我指大家先介绍这个 新是查所有的字段 从这个用户表里边你先展示这么记就可以了 那么插入可以了查询也可以了 那我们看一下更新语句怎么写 比如说第二条记录我不想叫李四了 年龄呢 他现在是21岁了 那怎么办呢 就可以update 更新 表 useis 因为都是默认的数据库 都是细设 prpdb的库里边 所以直接写表明就可以了 设置 名字 他不想叫李四了 直逼用单元号 我叫做 李李 然后 呃 外条件 id 得给条件啊 等于 二的这条 你看我们再查询一下 是不是叫李李了 如果想同时改两个怎么办呢 你看 用逗号隔开 名字等于李李 年龄等于比如说21岁 然后啊 性别等于原来是女 男 你看三个值 你看一下李李21男都改了 所以改一个值 set一个多个值写多个就可以了 如果是删除呢 增删改查吗 删除呢 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D E R E T 删除 从 语法是这个 表名 USERS 这个表里边 外条件 你得给条件删除什么 如果你这样的话 整个表都被清空了 外条件 你想删除一个 删除多个 删除指定的都可以 id等于二的 看一下 第二条记录 就没有了 就剩18 这三条记录了 这就是增删改查 简单的咱们操作 后边呢 咱们都会想一想 这一句 因为第一章 第一节 咱们是来了解数据库的简单操作 第第一句 咱们执行了什么 执行了 C R E T 创建 D T D T B S 数据库 然后这给个库名 然后 C R E T 创建 D T 创建 T B 创建表 这话 前面是库名 点 表名 当然如果是使用了这个 U S E 库名之后 切换数据库之后 就不用加库名了 然后删除 D T BSE删除库 库名 D O P D T BSE 删除表名 T B 表名 只要这个 DM语句 咱们执行了 Insert Into 插入到U S E S表里边 ID 名字 然后有个微流值 咱们给上一 所有都用代言号 有一名字 张三 咱们执行了这样的语句 然后update 更新语句 也是DML里边的 设置 比如说名字字段 设置 更新得加个表名 U S E 表名 然后设置 比如说 名字等于 什么什么什么 多个只用道路隔开 年龄等于 什么什么 然后加个外条件 ID等于 什么什么 然后删除语句 删除 U S E 删除 这加 from 从 然后表名 然后后边 加外条件 都是可选的 比如说 ID等于二的 然后查询语句呢 咱们这里边涉及到了 select 新 from 从 哪个表名 里边 当然它是最复杂的 咱们后面 专门有一几颗 专门介绍这种查询语句 然后 DCL呢 咱这里边不用执行 咱们会用工具去执行它 然后这里边咱们也学了一些操作 比如说 斜杠S 看一下状态 看状态 然后 咱们还使用了一个 受 DTBSES 看所有库 使用了受 TBES 看所有表 还使用了 DSC 看 表 结构 然后还使用了 像 show VR IAB ES 这样的语句 看 数据 看配置文件中的 配置 文件 中的 变量 和值 有这么多 那咱们再看一下 如果有些思考语就不会解怎么 不会写怎么办呢 那咱们就可以看一下帮助的使用 你可以看一下帮助 帮助的使用 怎么看帮助的使用 比如说 某个操作语法忘记了 如何快速插招 如何快速知道当前版本上某个字段类型的取写范围 也是如何知道当前版本都支持哪些函数 希望有例子说明 然后呢 当前版本是否支持某个功能 那对于这些的问题呢 我们可能想到的办法是查找买CQ的文档 不错 那这些问题呢 在买CQ官方文档中呢 都可以很清楚的查到 但是呢 你查文档呢 却要消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所以呢 对于这几个问题呢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 使用买CQ安装后自带的帮助文档 那我们遇到的问题呢 可以方便的快速的给我们查询 比如说 按照层次来看帮助 我们按照层次来看帮助 那怎么看呢 现在面团上打开了 你看 如果不知道帮助能够我们提供什么内容 我们可以使用问号 C-O-N-T-E-N-T-S 内容这个命令 能看到 帮助能够我们帮助我们这些内容 比如说数据类型啊 函数啊 对吧 语言结构啊 告诉我们 我们查帮助的能查到的内容是这些 那对于这个分类 那我们就可以使用问号 加这些类别名的方式 针对用户感性的内容 做进一步的查看 比如说我现在想看看 MySecure中都支持哪些数据类型 你看数据类型在这呢 那我就可以论号 DATATYPS数据类型 看一下 MySecure中跟我们支持这么多数据类型 就是创建表的时候 后边指的类型 比如说刚才咱用到了INT 和用到了X类型 就用这两个类型 那后边类型创建表的时候呢 咱们也会详细的讲 那比如说查出类型了 咱说按照层次去来看帮助吗 那假如查出类型了 那这些列出的类型 类型如果想知道INT类型的具体的介绍 我们可以怎么看呢 比如说按层次查找 加INT的类型具体介绍怎么办呢 你再问号INT 你看一下就能看到INT 然后描述M的格式 然后可以使用无符号的 可以是加前倒零的这种方式 你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 这样的话 就是通过问号加 上面都列出分类的名称的方式就可以了 那我们在实际应用当中呢 如果需要快速查找某些项子预讯法 可以使用关键字进行快速的查询 比如说我们刚才用到了受命令 显示什么这种东西 比如问号 受我不知道都能显示什么 你看我问号受的一个命令 你看 你看一下上面都有了 受找一下刚才咱们看到的 我要受命令就能看到这么多东西 什么索引呢 对吧 表刚才看到了也可以from 然后刚才咱们前面也看到了用到了对他贝斯 看一下 这是咱们用到的 受命令 那比如说我想看到只要是我创建表结构不会了 我怎么看帮助呢 问号 你看想看家看一下创建表就一发 CREAT创建TBLE创建表结构 你看就会看到创建表结构的语法 这比较长啊 咱们后边会详细的讲 你看创建什么临时表 如果存在不存在表明创建什么什么语法很详细 像下这个 那其他的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像更新语句upDT 更新语句不会做了 拆下帮助 更新什么什么表设置什么什么东西 你就可以看到 问号后边加关键字的形式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使用帮助 这一种快捷的方式 那我们这节课呢 我们就介绍这里 这节课我们主要介绍了其部分内容 主要内容就是对MySQL数据管理系统的了解 当然这些主要是MySQL操作主要靠这些语句 这些语句呢 我只是简单写了一下 那后期呢 咱们针对每种语句呢 会详细的扩展的向大家介绍 好了 这节课呢 我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节课呢 我们还是数据库的处理内容 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